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期和第八期相隔了三个月 在这件事情上也要感谢张杰博士的坚持 这三个月当中我因为中国民主党在海外的组织的内部的问题要去解决 因为中国民主党之所以在海外建立他自己的流亡组织 就是为了保持住中国民主党的火种 保持他的纯洁性和他的行动性 在这两点上我用了三个月时间再去处理这些问题 在这个期间正好的话天津的民主墙的发起者 刘士贤先生过去 所以我要去前往美国的西部 如果知道这个地理位置的大家可以知道 相当于从北京到新疆的这个距离 所以前往去做他的追思会和慰问他的亲属 所以整整耽搁了三个月时间再次跟大家见面 所以我要感谢张杰博士的等待和坚持 否则的话最后两期不能够得以顺利的进行下去 刚才张杰博士提的一个问题很重要 中国社会是一个正常社会吗 以我自己的正常社会的这个标准来看 显然中国大陆现在的话不是一个正常社会 下面我举几个三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最近由于这个新冠肺炎的干扰 中国大陆人的生活的话 处在非常的窘困之中 其中我从电话当中得知 有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他说的两当话让我非常的触目惊心 他说一再的嘱咐家里人不要咳嗽 要咳嗽的话一定要五言了 不要让隔壁的这个一个老太太听见 如果听见的话他就会去告发 然而的话这样的话呢 他们的家的人就有可能被带走 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或者七八岁的孩子 能够说出这样子 主妇家里的人那样子的话 真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触目惊心 他们现在也不能开学 所以的话呢 学校的老师要求他们把每天的活动都要拍成照片 或者是短视频发给老师 以证明他们在做什么 比如说在读书 比如说在写作业 比如说在做家务寺等等 一系列的活动要安排给他们 这个小孩子居然就准备了一系列的衣服 同时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换衣服 以表明他不是一个时段来做的 你说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就有这样大的心机 用这样子的办法来骗老师 其实他是连续地做下来 但是不断地换衣服给你感觉到 是不断地时段做的 所以你看一个小孩子怕邻居怕到这个程度 骗老师会骗到这个程度 你说这是一个正常社会吗 所以通过这样子一件事情 真的我感觉到 中国由于不是一个正常社会 所带给人的那种心酸的故事 这个最近我也看了陶杰先生接受采访的一些内容 他说了他自己人生当中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非常说明问题 当他49年这个中共执掌了中国的政权之后 当时他的爷爷 他的爷爷是早年留学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学者 当时他们家庭有这么一个困扰 就是说他的爷爷决定他们家是继续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生活 还是离开中国 然后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他的父亲正好考上大学 要进入大学学习 到大学的那一天 他父亲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他回来的话讲给他父亲听 也就是说陶杰的父亲 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上了学之后 所有的新生进行开学典礼 于是乎就是上来了一个中共的党委书记 就来训话 上台之后 他看着下面这些新生 或者是教职员工 就不由自主的速入速嗓子 然后的话就一口痰就吐在了这个讲台上 这个可能作为一个八路军出身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土八路 在他来说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一个动作 可是在一个大学的一个讲坛上 他就这样子做 吐完痰以后 他速了速他就吐了一口痰 之后他就说 将来就是我来领导你们这些人 你们要接受思想改造 为新中国服务 于是乎这个陶杰的父亲把这一番话和他当时的感受 回来的话呢 这个讲给他爷爷听 因为他爷爷要问他今天上学 这个开学之后遇到了些什么 这个话刚刚讲完 陶杰的爷爷就决定 明天你不要再上这个学校了 立刻给他准备了一个小箱子 让他的父亲 第二天就立即离开中国大陆 那时候还可以去香港 就去了香港 这就是陶杰的一家人 从此决定离开中国大陆的直接原因 因为他感觉到中国社会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社会 一个所谓的大老粗就可以在一个开学大学的开学典礼上 就肃肃嗓子就吐在了这个讲堂上的一口浓坛 然后讲了刚才那一番话 这也可以说明陶杰的爷爷有多么智慧 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可以看出中国从此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不是对于知识分子或者是作为自己作为师长的人的一个尊严 的一个尊重 而变成了就像我们所看到的 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些智商低的人 能力低的人变成了统治者 来统治这个国家 我自己也有一个精神的经历 就是我的父亲是一个戏剧学家 在看战争的时候 为了看日 领着他的学生的话 在江西前线整个加入了军队的后方医院 后来成为后方医院的院长 当1949年之后的不久 大概是51年或者50年左右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 正反之后就来个三反五反 三反五反的时候 我父亲已经从一个后方医院的这个一个院长 做外科手术的回到了自己的本行 就是细菌学方面 在当时的福建市的这个鼠疫繁殖所工作 成为当时的细菌室主任 这个三反五反进行下去之后不久 就已经牵扯到我的父亲 硬把我父亲的话来抓起来 所谓大老虎 就作为大老虎抓起来 因为他们这个所里头没有比我父亲 在国军当中的职务更高的人 首先就把他抓起来 用什么方法呢 我小时候就听他说过 用强烈的灯光照着他 不让他睡觉 折磨他 叫做熬阴 这个八旗子弟熬阴就是熬出来的 就是让这个阴听话 他就用这种办法的话 这个酷刑的办法来折磨这个知识分子 那我父亲说 我有什么贪污腐败 抗议战争的时候 全部的家长都投入到整个的抗议战争当中去 根本就什么都没有 我们家最值钱的 就是我们家的每个人都有个皮箱子 就是为了不断的去转移 这个家庭所在地 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皮箱子 除了这个好皮箱子 一无所有 但是他们还是到我们家去抄家 逼迫我的母亲 当时的女士都有一点点戒指或者是说耳环 这个项链的 把这些东西都作为贪污腐败的东西 被他们搜走 也就是说 中国已经从曾经的法治社会和 接近法治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民国时代 进入了共产党这帮强盗来抢掠全民的这样一个时代 所以这三个例子都可以充分的说明 中国从49年之后就已经开始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疫情的这个乱局 更可以说明这一点 徐老师您三个例子应该非常的有说服力 并且非常的深度 确实让我们感触良多 那么您觉得中国距离一个正常社会 它到底有哪些距离呢 中国之所以从1949年进入了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最重要的原因它是信通了所谓的马列主义 他们常常批判这些民主人是全盘西化 是这个洋奴 其实他们才真正的是洋奴 才是早就全盘西化的 是把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德国人的这套东西 作为他们自己的奎孽 作为自己的至上的圣保 来在中国的话搞阶级动争 刚才我说的 我父亲的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 他们用阶级动争的方式的话 在剥夺整个民族 而现在以我自己提出来的三个正常社会的标准来看 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人不平等 人生而平等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权的基本的观念 和文艺复兴以来所提倡的这样子的一种 人的尊严 人的本质是生而平等的这一点的违背 当然西方也有西方的问题 西方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忽略的人生而有诧异 过分的强调福利主义 其实欧洲的福利主义是非常难以为继的 据我最近听说 德国这样一个国家只有四架战斗机可以起飞 所以如果世界发生了战争 特别是这个中共在军事上的这种勃勃的野心 全世界要抵御这一点 如果只靠美国 真的是很困难的 他们为了让他们的福利主义得以进行 所以的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和战友上 他们的军事国防开支是极少的 这是西方的问题 但是中国的问题是人生而不平等 不平等到这一次出现灾疫的时候 一个口罩都难求对于老百姓来说 但是对于官员可以沉香沉香的就给他搬走 而且在武汉封城之前 其实他们据有些报道说 已经由于种种的关系 他们逃走了五百万人 后来又一次的解禁的时候又逃走了三十万人 这都是有一些背景的人 一般的老百姓是做不到这一点 这种生而不平等的这个状况 是中国大陆最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49年之后 广大农村的农民变成了低人一等的 二等国民 他们的所受到的这种遭遇 每次的所谓的剪刀叉 每次所遭受的灾害 特别是1960年代的三年的大饥荒 他们把它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 其实那三年的天气其实是很好的 并不是自然灾害 完全是中国共产党所造成的这种 不平等所造成的 就是说 首先就把中国人分成了两大类人 一个是城里人一个是农村人 使得所有的苦难都让中国农村的这些农民 所淡淡起来 当然其他的方面的不平等的问题 都非常的严重 我在这儿不做一一列举 只回答你的问题 中国大陆的不正常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人生而不平等 这是中国大陆所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徐老师 我们谈人类正常社会秩序 我们比较中国 我们就有一个对照物 或者参照物 那就是西方 因为现在西方基本上都是宪政民主国家 那么你认为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基础 是什么呢 就是对每个人的人权的尊重 和对他人的人权的尊重 这是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方面要尊重自己 自己的人格 自己的尊严 要自己维护和尊重 同时要维护和尊重其他人的人权自由和平等 往往人们有的时候会强调自我 觉得自己应该是受到平等的待遇 但是常常不能够尊重和维护其他的人 如果这两点不能同时做到的话 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现代民主的国家 如果比如说投票权 我只强调我自己的投票权 而去剥夺其他人 和蔑视其他人的投票权 和他们的应有的政治权利的话 那就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所以民主的社会要 在人人平等的这个概念之下 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尊重自己的平等权利和尊严 在与此同时尊重其他人的 平等权利和他的尊严 只有这样子的话 才真正的是一个民主社会 补充一下刚才所说到的 中国在这个不平等方面 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最大的矛盾 是少数的权贵阶层 他们占有了整个社会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这个财富 和百分之九十的人 只占有了百分之十的财富的 这样子的一个巨大的矛盾 这个问题的话是极为尖锐的 这个特权阶层 他们所享有的特权 包括医疗 包括他们的退休 包括各个方面的不平等 这是中国在不平等问题上 最大的一点 徐老师我们说 人类正常社会秩序 它其实相对应的 就是一个有良好的社会治理 一个国家很正常 人民安居乐业 很自由很民主 那么对比现在的疫情 您觉得 因为习近平在吹嘘啊 所以他是什么国家治理 现代化 什么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现在基本上是个牛皮的捅破了 您觉得中国在国家治理上 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通过这次疫情 真正的暴露了习近平 为首的中共的 所谓四个自信 纯粹就是一片谎言 习近平从他上台之后 就始终说他有一个所谓的梦 或者他成为中国梦 他所谓的中国梦 其实是他个人的梦 他这个梦的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要站在世界的中心 他要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要由他从中国的所谓的四个自信 扩展到对世界的四个自信 由他来做领导 最显著的一件事情就是 2017年 他到达沃斯论坛上做一次演讲 这次演讲被这个纽约时报 解释成为 他是为了拥抱 就是这个批判了 拥抱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的 这样子的一些人 我觉得纽约时报的这个评价 是非常不到位的 其实这是习近平 借着2017年 川普不准备参加达沃斯会议 而达沃斯会议 已经成为世界 所谓权贵的一个论坛的时候 从来没有参加过达沃斯会议的 习近平借这个机会 要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 而确实他这次会议当中 也是习近平所谓闪亮的一次 在全球的亮相 当然在这个之前 习近平做了非常多的铺垫 你比如说在中国召开的 G20的会议 搞得极为奢华 其他的几次 中国举行什么阅兵式 什么庆祝会议 甚至在这个之后 他们召开了世界政党会议 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要 习近平要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 做的准备 但是这次疫情 把他这个牛皮吹破了 他现在的问题是三个方面 一个是满汉无知 或者我把它调过来说 是无知和满汉 由于他无知而满汉 一些人 一些所谓的小粉红 也跟着满汉 居然把一些流感 跟疫情能够同类而视 认为好像美国因为流感死了很多的人 就把中国的所谓的疫情还没有死那么多的人 来相提并论 由于他们的无知 不知道一个疫情所带来的危害有多么严重 因为世界经历过这样的历史 黑死病 就使得当时的全世界的人口 减少了百分之多少的这样子 有的地方居然死了有一半人之多 而以属疫这样子的一个病情来说 被列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疫情 可是在一百多年前 中国也发生过一次疫情 成为全世界最大 最三大疫情之一 然而当时的话呢 就是因为中国 有一些人刘国阳 学了一些科学知识 最著名的人士呢 就是吴连德先生 他学了一身本事之后 回到了中国国内 在清朝末年那样子腐败的情况之下 他挑起了大梁 用67天制止住了这次东北的 鼠疫的蔓延 当时的这个 虽然在清朝末年的一种腐败之下 但是呢 政府还是信任了这样一个科学家 和知识分子 重用了他 让他能够在67天 把全世界最重要的疫情 就是鼠疫能够制止住 然而现在很可悲的 我们有一些 在国外学习的科学知识的 一些知识分子 非常可悲的 是把他们学到的技术 或者偷到的技术 送回到国内 本来这种科学是为 百姓服务 为社会服务 是治病救人的 他们却 引用这些东西 来威胁全世界的安全 所以他们这种 无知 加上他们这些 精致的利益主义者 所谓的爱国主义的 对中国对世界的危害 是极其严重的 而领导人的话 又对这些无知 所以他们满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过去称赞一个皇帝 这个英明领导 叫做圣兴独裁 圣兴 这个 这样子的 称呼 我现在把它用在 习近平上 是狂行 是 浑行 他浑得很 他能够独裁到 什么程度 就是隐瞒疫情 本来12月份就发生的疫情 他 既然 就是延迟到了 1月底 或者2月初 才让人们知道 有这样子一个 重大的疫情发生 这样子 延误了最佳的 这种 这个控制时间 第三点的话 就是 习近平 他 自己 一个人在 乱指挥 由于他自己的 这种 决策上的错误 他在隐瞒疫情 这样的话 就死的这个疫情的话 更加难以控制 因为只有 把真正的 疫情的情况 让全国人民知道 和全世界知道 才能够有效的应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些数字在叫假 特别是他 所谓公布他自己 在亲自指挥 和亲自部署之后 这个数字就在减少 或者的话 有些地方归零 最近的话 有一个湖北的 一个医生去世的 那一间消息 披露出来以后 人们就查出了 那个地方 那天报的 那个疫情是归零 那就 至少这个人 在那天死亡 不是归零 所以他所谓的归零 或者是减少的这种 都是在隐瞒疫情 这就加重了 这个疫情的爆发 这是对中国人民的 不负责任 对全世界人民的 不负责任 所以通过这样子 一件事情 可以看到 共产党 特别是习近平 想葬在世界舞台的 这样子的梦想 已经破灭 同时的话 也可以看出这种野心 给世界和中国 所带来的危害 观众朋友们 徐文利先生认为 当今中国是一个 违背人类正常秩序的国家 决定了它不可能给人民 带来幸福和美好的未来 武汉肺炎疫情 已经充分证明 中国极权体制的落后和野蛮 要实现一个正常社会秩序国家 只有建立限制民主制度 让人民来领导中国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徐文利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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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林 转发 赛